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跟著跟大家跟進一下澳門水客狀況 農曆新年快到了 新聞報導說現在在警察總局統籌協調之下 海關進行了一個叫東防行動2023的打擊水客活動的行動 他講道在今個月的3到11號期間 海關在關閘同清貿口岸一共接獲到106宗涉及貨物偷運出入境的個案 查到的物品包括美裝產品1499件 舊手機74部、舊手提電話螢幕607部、舊電子產品164部、打火機都有30部、電池1506件、雪卡177克、名貴食材有7公斤 包括燕窩化膠、血氧兒40部、保健品57件、酒類36升、藥物998件 由上邊這裏這些產品這樣看 是多了那些所謂的血氧兒 還有藥品類的 即是說大陸現在都是急需這些產品 而根據海關所講 查獲到的違規違例案件 106宗涉及的人 是106人 分別是本地及內地居民年齡22到69歲 就根據這個對外物法對他們做起訴的啦 如果是儲罰的話 最高 就可以罰款10萬元 所繳獲到的貨物 亦都是會充公 那看得到啦 106單 就106人 即是好明顯 這些大部分都是水客來的啦 水客活動 今時今日仍然都是有的 那如果是香港那邊 是同大陸 做到一個沒有配額的互通的話 那我相信澳門這裏的水客 應該的數量是會有一定量的減少回的 可能沒有之前那麽蓬勃的啦 還有現在仍然是每日限出入境一次啦 有這個措施之下 其實做走水貨就賺不到這什麼錢的啦 那你現在還會去走的人可能本身 是叫做工作是有問題沒東西做 那所以才會去走那些水貨 那當然啦 始終都是一個犯法的行為來的 就不鼓勵大家吵吵 好了那我們今集 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啥想講 下邊留個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